你说你要是跟你朋友一样优秀 那我妈不至于这么想起来 放心 我可比她有本事 又吹牛 好好好 那我努努力 争取早日像我朋友一样 天天给你买新车 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呀 那留着钱 难道买男粉吗 反正你又不跟我生 谁说呢 喂 有这么回事 你别炫口喷人 那车是沐晨自己买的 他自己买 就他那个废物样子 他买得起新车吗 别理他 他没证据的 不能把你怎么样 别说废话 咱们先说正事 方云 听说支区地产 和咱们方家的那个项目 有混混闯进去 把商品都砸了 你准备怎么处理 好好的怎么会有混混呢 你作为一个项目经理 项目出了事情 你竟然两眼一摸黑 哎呀 我早都说了 这方云啊 跟他这废物老公一样 干不成事的 您还偏不信 这下好了 工期延误了 我们怎么跟支区地产的人交代呀 奶奶 您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会把事处理好的 等你处理 等你处理好 黄花菜都凉了 行了吧 我已经替你处理好了 做这件事情的人啊 他们的老大叫黑爷 是这片的黑老大 黑爷 怎么会是他呢 他呢 放话说 说你以前得罪过他 所以呀 要让你亲自当面去给他 赔礼倒醉 这个时间呢 我已经给你留好了 这周末 交其茶馆 拜拜 行了 会都开完了 你不用上去了 你别忘了今天要干什么吧 老婆 我陪你去 行 你快去吧 看的好戏也行 别怕 我在 你在 我更怕 万一动我黑爷要是动手了 你又跟他打起来怎么办 小瓜 他呢 就是一个小混混头 不知道我拼命 黑爷 黑爷 你在吗 黑爷 要是不在的话 我们改日再来访 改日 改日 改什么日 小美人 我看今天就刚刚 哥哥我是终于等到你 啊 小美人 爱什么爸 哥哥我又不吃人 啊 哈哈哈哈 小美人真的是不经道 你好黑爷 我是 你是我的小宝贝 请你放尊重面 小子你他没找死 黑爷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哈哈哈哈 小美人说什么 那就是 嗯 哎呀不过小美人 你这出门 你这出门 后边 还牵个 一尾巴 他是我老公 什么老 不过是一个废物罢了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小子 我说男人活成你这样 不如死了算了 嗯 那就不劳你费心了 笑子 你他妈知道我是谁吗 敢他妈这么跟我说话 哈哈哈哈 小美人 吓着了吧 没事 黑爷 我们还是先 啊 谈正识谈正识 我知道 工地上的事是黑爷您做的 我就直白的问吧 您怎么才能放过方家 简单 五个亿 方家所有的资产加起来都没有五个亿 既然没有钱的话 那就入账 小美人 二楼的洗澡水 我已经给你放了 跟了我 不必跟这个废物抢了 不必跟这个废物抢了 黑爷 请您说话放尊重点 站住 你们他妈的也不去打听打听我黑爷是什么人 这是什么地方 我的地方是你们想来就能来想走就能走的吗 他 小子 再多于一句废话 信不信老是哥哥的老舌头 是 想搁我的舌头 就凭你 还敢嘴硬是吧 走一个让我看看 黑眼 您大人不及小人过 这样 您要多少钱我都给您 您就放我们走吧 谁呢 放这儿就行 别骂了 别我在 平常我妈在家骂你的时候 那么怂 这会儿成什么意思 走 来 怎么样 小美人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只要你答应我的事 我就饶了你半途 怎么样 我倒想看看 是谁想要我的命 这怎么办 慕正哥 外面的人都已经贵地去找了 翻不起身体吧 没报 雷豹 你一个废物上门女婿 怎么可能认识雷豹的 雷豹 你一个废物上门女婿 怎么可能认识雷豹的 你给我闭嘴 慕正哥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 这怎么可能 你忘了当年你是怎么找人砍我的 救你的人 慕正哥不仅救了我 还给我支持啊 让我扩大我的势力 这 这 这绝对不敢 怎么不敢 行啊 别啰里巴索的 想不想做这相成的老大 想 想 那不赶紧的 我跟你说啊 慕正是我大哥 他媳妇就是你奶奶你 不敢 差倍了 以后还敢认识别人老婆 不敢了 再给我这个打我也不敢了 就不敢 好 说吧 谁也支持你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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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会是方甜甜 她也是方氏的一分子 她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 你平时太温柔了 不知道江湖显哥哥 李渊 我是不是吓到你了 也不是 就是 我没见过你中心胸的时候 我 我就是以前练过一阵子 还有那个雷棒 是无意中结识的朋友 慕正 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关注 怎么回事 鳌鱼怎么还没来 肯定的事情解决不了 跑路了呗 这是什么话 你打电话问问 看怎么回事 不用打了 她不会来了 奶奶 昨天晚上有人跟我说 她亲眼看见方云 进了黑爷的茶楼 彻夜未归 那黑爷是什么人啊 那是以喜好美色出了名的 这一夜发生了什么 奶奶您应该猜得到吧 又要点她东西 真是丢了一线 是啊 像她这种败坏 我们方家名胜的女人 就应该赶出家门 不好意思啊 我整理了一些资料来晚了 是整理资料来晚了 还是在野男人的床上卖骚呢 方甜甜 你嘴给我放干净点 行 那你倒是说说 方家的事情解决了 你花了多少钱 我一分钱没花 奶奶您听见了吧 一分钱没花 说你没爬野男人的床 鬼才不信 方云 你倒是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奶奶 我昨天晚上就回来了 不信你们可以去调小处监控 我真的回家了 调监控 调监控 调监控能说明什么呀 只能说明你爬野男人的床 被送回去 那 走 你们是什么人 闯进我们家来干什么 你们是什么人 闯进我们家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我是来解决方家问题的 你真的愿意帮助我们方家解决问题 可以帮你们方家 但是我出手 是有好处的 只要为先生 能帮忙解决我们方家的麻烦 钱的问题 多好说 她还不给你这个老太太她说坦白 小心我用了你的狗命 是是是 是我瞎了狗眼 我不该得罪方家 可这一切都是方田田 她让我干的 还有呢 继续说 啊 那个 那 对 她跟我说方云冒昧说话 我把她拿下 可是昨天晚上我一个指头都没动 我就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 别说 是是是 你是个犯人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方田田你他妈个贱人 告诉你 你再不老实交代 你心里老实多了你 奶奶奶奶 肯定是 是方云教他这样污蔑我的 奶奶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啊